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11月 海安然公开新男友小猪先生 是个有点撞脸陈伟霆的富二代 然而11月都没过完 两人就开启了《染猪大战 part 1》 起因是小猪前女友经常联系她 还给她发海安然整容前的照片 海安然好好说话却被辱骂 随后小猪发声称 海安然曝光了她前任的电话 还放话威胁要杀她的狗 简直不能忍 海安然直接喊话让她别嗲嗲 赶紧滚 分手自然是没分手 只要微博删得快 别人就发现不了 吵完假一天后 两人又在微博上秀起了恩爱 12月 海安然和小猪去泰国度假 一起闻了喝起来睡淘心的纹身 2018年3月 海安然在直播中哭诉 小猪的妈妈不喜欢她 并自爆流产 整婆婆都没反应 小猪直接回怼 我妈妈为什么不喜欢你 你要我说吗 我说出来你的网络生涯就毁了 染猪大战PAD2上演了 海安然自爆去泰国玩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怀孕 就闻了身也坐了飞机 后来因为高烧41度 孩子自然流产 小猪声称的 说出来海安然网络生涯就毁了 是指海安然在杭州酒吧里玩笑气 被小猪前女友告诉了小猪的妈妈 所以准婆婆才不喜欢她 笑气 选明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新型毒品 大料吸食会窒息 大料吸食会导致瘫痪或致命 此前处于灰色地带 未被列入国际禁毒公约管制 但自2018年6月起已被中国列入第三代毒品中 简单来说就是别碰 吸食会被拘留 贩卖会被判刑 而在海安然的回应中 却看起来情飘飘 没有成隐性的 也不是毒品 我早就不玩了 记住她的这几句话 坐等打脸 上次吵架是海安然低了头 这次以小猪手写道谢信 俩人重归于好 后来海安然又为小猪打过一个孩子 2019年1月 海安然在直播中承认已经怀孕6个月 紧接着3月领证结婚 4月生下女儿小猪妹 6月举办了婚礼 结了婚总该过安稳日子了吧 喝才不会 染猪大战虽然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婚礼刚办完第8天 怕的3展开了 海安然发现小猪婚内出轨 撩骚一位小网红陈妮妮 还差点约了炮 不过陈妮妮觉得很委屈 明明是小猪主动找她撩骚 小猪在向海安然求婚前一天 加了陈妮妮好友 变成开心只是因为钱多 他像一个刚认识没几分钟的陈妮妮 吐槽和海安然网上秀恩爱都是假象 真实情况是海安然惜消息后 神志不清 拿瓶子把她脸砸破 还留了疤 闹到全网人尽皆知 小猪的态度是明天不离 明年也得离 海安然也一副 离就离拜 离了吗 没有 过后小猪任领猪油渣春号发了道谢信 那海安然呢 为了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 当然是选择原谅啊 2019年12月底 别人都在喜迎新年 海安然突然喜提了单身 过于惊喜 过于意外 当天微博热搜都爆了 为了让网友吃瓜吃个明白 忍住大战怕得四来了 灵魂原因是小猪又一次出轨潦骚 甚至加冒 而小猪直接爆出 海安然在家当着女儿的面嬉笑气 虽然后来澄清是打错字 但这个理由属实牵强 谁信谁傻子 海安然还和婆婆连麦撕逼 被婆婆反咬一口 说是为了撑她热度 婚都离了 本来以为互撕就到此为止 今年2月 海安然在微博自称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可这抑郁症半退网的状态 她还能一个月连更八条微博 是个狠人 4月18日 海安然和小猪连麦 小猪说自己要早睡 拨一会就吓了 海安然问她 是不是晚上有情况 小猪连连否认 称自己一个人在酒店 随后酒店房间的玻璃上映出一个女孩的人影 然而两天后 海安然就在快手上宣布和小猪复合了 海毛微博名改成 爱特小韩每天要记得笑 只能在微博消失 就尽量消失 五月两人领了结婚证 一起带着女儿去三亚看了海 海安然又去修复了鼻子 这已经是她第六次修复了 海安然还顶着刚修复完的鼻子 去买劳斯莱斯 虽然这个画面已经够滑稽的了 也不知道店员有没有消除伤 但是更值得吸引的 是她订完车 写的心灵鸡汤 有微伤那味了 6月24日 小猪在快手上直播 约妹子开房 她说是剧本效果 可又是牵手又是老爆的 没有片酬也能演这么起劲 结果转头第二天 她又晒出抚婚证 喊话海安然婚内出轨的小三 男原配出来捶男小三 忍住大战part5正式开业 海安然在评论里澄清自己没出轨 她表示她和小猪说好了 俩人只是朋友关系 没有夫妻之时 之后 海安然爆出 一年给小猪转账400万 小猪买逼逼 她还赞助了65万 海安然又澄清 刘允杰是她正经的男朋友 并非什么小三 关于前的事 小猪有话说 她称是两个人和开公司的分成 她该得的 如果离婚打官司 她能拿1000万家 而她并没有这么做 海安然都是拿着婚内共同财产 花180万去找押 同时 她爆出 海安然离婚半年一直在嬉笑期 她报警都报了两次 这是小猪第三次报海安然吸毒 这次海安然立马承认 不过她甩锅说嬉笑气是因为小猪 既然俩人都复婚了 有啥不能微信说非要微博喊话 小猪说了 海安然吸了笑气还在上头 小猪又开始激情手撕男小三 因为海安然为了男小三 打了她一巴掌 她又晒出结婚证 例证她和海安然在法律上是夫妻 捶小三合情合理 因为海安然那边没回应 她还不断催肛 一个人的表情确实是有些孤独 接着海安然爆出她花 86万开公司 写了小猪的名字 自己一年卖货赚了5000万 质问小猪凭什么分钱 不仅揭穿小猪是个假富二代 还骂婆婆是个装逼犯 活该孤独终老 小猪又开始激情对骂 还玩起了抽签送粉丝 海安然这边也不示弱跟她杠上了 至此 海安然的新男友刘允浩才正式站出来替海安然说话 并顺便澄清了自己不是小白脸 三个人来来回回撕到了天亮 一大早 海安然又晒出和新男友的合照 这是我想告诉全世界我很喜欢的男孩子 小猪立马补刀 这是你告诉全世界你婚内出轨的男孩子 法律不允许 我祝你幸福 你跟小三不会好过的 大家一起报仗啊 爆出了海安然打消息现场 这是第四次 演到这儿 网友都急眼了 想要超前点播 之后 海安然放出小猪妈妈 爆小猪吸毒的料 小猪回 今天进毒日可以抓我去尿剪的 顺手艾特了杭州禁毒的官博 海安然那边终于扛不住了 通过共同好友要和小猪好好沟通 而小猪随其示弱 说自己哭到眼睛中 他只是短暂的痛哭流涕了一下 想明白只要不离婚 海安然新男友就是小三 接着海安然被迫删掉和新男友秀恩爱的相关 转头又说要不离了 算了 为了庆祝 海安然分手 小猪再抽六个铁粉 各打一百块钱 结果只抽了两个人 因为他只有两个铁粉 第三天一大早 私营了的小猪开始狂欢 哈哈艾特刘允号 恭喜他当小三的事 已经被1.57亿人知道 最后还能怎么办 依然是选择原谅了 嗯 看隐秘的角落 只觉得这句挺费人 看染猪大战 可是鸡飞流量又费眼睛呢 这件事的后续是尽快下场封了海安然和小猪的账号 据说是永久封禁 这件事的后续是快手下场 封了海安然和小猪的账号 据说是永久封禁 吓得夫妻俩一夜之间删光所有对丝微薄 也不知道海安然只付了定金的劳斯莱斯 还提不提得出来 谁能想到从变形即殴打即富 无数次整容到手撕前男友 和好姐妹闹帮 为小猪先生两次流产 未婚先孕结婚生女 再到结婚半年离了婚 离婚半年又复婚 刚复婚立马出轨 海安然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可谓跌宕起伏 简直能出本书了 和海安然相比 我们的人生真是不及他十分之一精彩 要知道他才21岁啊 想看大结局那还早着呢 他起码可以再演个60年吧 不能理解的是 海安然和小猪五次撕逼 四次被爆出吸毒 还被爆出轨和包压 早前海安然上铲床生孩子之前都在卖货 那天小猪和朋友出去喝酒喝到凌晨4点 生孩子后没出月子又在拼命赚奶粉钱 而这段时间小猪在忙着和别的女生聊桑 向海安然换话 结婚前一晚的单身party 海安然为婚礼省钱 兢兢业业卖货喊到嗓子呀 小猪却带着伴郎们却喝酒蹦迪 喝多了还导致第二天接亲迟到 这样的老公完全就是拖后腿呀